原标题 梅兰芳,一个,便是杜月笙,她是杜月笙一生最爱的女人,杜月笙曾为她低到尘埃里梦小冬,黎原世家出身,是早年京剧优秀的女老生,人称东方,是京剧著名老生于书妍的弟子,于派的优秀传人之一,她的扮相威武,神气,唱腔端言厚重,昆生略无此生,当年,梅兰芳是男化女生, 梅小冬是女扮男装,一出游龙戏凤,这一双男女便成人间绝配,卸了装着一对金铜玉女,不爱都不可能,名气有多大,空洞就有多大,梅兰芳和梅小冬的故事,真比舞台上还要精彩,梅兰芳是何等人物,做人和演戏都折服云云众生, 嫁这样一个男人,即使梅小冬号称东方,也该是她的福气了,是,时却非如此,秦爱中,梅兰芳却并非一个真正的大男人, 她要了她,给了她一个卑微名分,却也给了她一种卑微生活,她始终不能正式入了梅兰芳家大门, 甚至连她母亲的葬礼都不能参加,梅兰芳的夫人福之方不认她,她的名分也只是一纸空文,梅兰芳对此却只有懦弱的沉默, 诗中给她情学给不了她意,她是杜月生一生最爱的女人,杜月生曾为她低到尘埃里,梦小冬,又是何等骄傲的女子, 当初,她肯放低身份作妾,不过是因为爱,可即使作妾,她也有权分享梅兰芳的人和声, 她的成功与辉煌,她的财富与名气,她的欢喜和伤悲,这些,梅兰芳却都给不了她, 她能给她的,只是心灵的那几分爱慕,甚至,梅兰芳面对她的爱慕者的枪口,心生恐惧, 选择了躲避,现实终于让梦小冬伤了心,决绝离去,在梦小冬的生命里, 另一个男人更值得纪念和记忆,她,才是作为女人的梦小冬人生和情感的真正辉煌, 她就是旧上海滩的风云荣卧度月生,但就就这样一个男人,面对爱情, 却做到了如张艾玲说的那般,那么低那么低地,一直低到了尘埃里, 她是杜月生一生最爱的女人,杜月生曾为她第一道尘埃里, 杜月生还是小混混时,就喜欢上了上海京剧界新秀梦小冬, 她去看她的演出,以一种仰慕和暗恋的姿势,只是远远看着,不敢靠近,生怕打扰了她, 后来她去北平求艺,她心生失落,却为了能和她永远有关联,娶了她的闺蜜, 虚声姚玉兰,并从此后开始了自己财富和势力的争夺, 后人只当这是一个男人的贪婪和骨子里的霸气,却没有人想, 这也是她为靠近一个女人做出的努力,等杜月生终于有钱有势,可以追随到北平, 孟小冬却有了梅囊,想这个霸气的男人的心底是如何不甘哦,却也只能滴滴问一句, 小冬,你还好吗?然后又远远会到身后去,眷顾她爱护她,却不打扰, 当时以杜月生的势力,想得到任何女人恐怕都不太难, 她始终如牵纤君子,从不曾做出任何强迫之事, 甚至不发出任何过大的声音,始终是静默的,是卑微的, 她是杜月生一身最爱的女人,杜月生曾为她低到尘埃里, 孟小冬和梅兰芳圆尽分手时,她站在她旁边,给她支持,给她安慰, 直到1946年,1946年,杜月生的江湖生涯见到尽头, 时局也难料定,她怕以后不能再远远保护孟小冬, 才写信给她,希望她能到她身边,让她照顾, 这样的情意,终于打动孟小冬,她离开北平来到了她身边, 心甘情愿无名无分地,走进了杜家大院, 她也终于真正得到了她,为这一天,她默默付出了二十余年的真情感, 1950年,杜月生不顾家人的阻挠, 坚持要与孟小冬不经一次婚礼,婚礼当晚,行销鼓励, 63岁的新郎杜月生下了她马迹,呼离不开的病态, 穿起了长袍马挂,头戴礼帽,坐在首推轮椅上被推到客厅, 游人搀扶着站在客厅中央, 42岁的新娘孟小冬的一件崭新的滚边旗袍依微而立, 杜月生将在港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学全部叫来, 命她们给孟小冬行跪拜礼,以后都要称呼玛妮, 而被姚玉兰一律尊称为娘娘, 自此,孟小冬一身苦苦追求的名犯,终于如愿以成, 正是做了大亨杜月生的第五房夫人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